15号上午在县府广场 停靠着来自达仁乡台版国小师生的自行车 从早上出发连续骑程50公里 在11点左右抵达县政府大厅 他们是今年准备要迎接毕业的七人铁马小勇士 我从10点半就开始打拼你们的进度如何 开始在期待等待你们的到来 结果你们还是比预定的时间长到了 很不容易 你们做到很多大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要特别谢谢台湾国小校长老师们 这已经是12年我们用这种比较 这个比较特别比较激励比较成长的方式 来帮毕业生办这个毕业的仪式 游县长亲自为他们佩戴完成铁马挑战的奖章 颁证毕业证书 恭贺他们接受这个长达近50公里的铁马席 台湾国小为了能让毕业生体验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从去年攀登达人古道之后 今年校方策划师生骑程铁马百公里的活动 每周三天的训练连续得骑程一个小时 在学校附近的产业道路进行爬坡训练 都是为了这场铁骑双台的活动累积体能 能从达人出发来到台东市区 除了宪政自己的训练成果 也让这场别具一一的毕业典礼 成为他们人生的美好回忆 东代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